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9日 这是林小河谈投资理财的第452集 我要来讲一个辛酸的故事 台版的柬埔寨诈骗案 有三个人被害死 然后丢到山沟里面去 其中一位 她是46岁的单亲妈妈 这位单亲妈妈的遭遇蛮可怜的 她在结婚生下小孩后 儿子才刚满月 老公就跑掉了 她没有能力抚养小孩 就把小孩送到余悠院 后来因为舍不得 就把小孩接回来 相依为命 她虽然很努力在赚钱 但生活还是过得很辛苦 有一天她看到球子广告 说可以先预知薪水 她就想去应征看看 已经长大的儿子 觉得这个球子广告怪怪的 劝她妈妈不要去应征 但她妈妈因为急着想要改善生活 就跑去应征了 没想到那是她们母子的最后一面 后来她妈妈在山沟里被找到 已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她妈妈患有高血压跟糖尿病 这位单亲妈妈跟诈骗集团的人说 她没吃药会死掉 苦苦哀求诈骗集团放她回去 但是没有用 诈骗集团根本没打算要让她们活着离开 有一个被警察救出来的人说 她跟这位单亲妈妈一起被关在厕所里面 单亲妈妈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请她转达给她儿子 说妈妈很对不起你 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但妈妈很爱你 更辛酸的是 遗体虽然找到了 当时家属没有钱安葬 后来靠善心人士的帮忙 才能顺利安葬 儿子很丧心的说 她跟妈妈度过颠沛流离 度过饥寒交迫 度过离别再相聚 却度不过诈骗集团的毒手 现在有人在关心这件事吗 一个弱势生命的消逝 就像穿过水无痕一样 没有人会在乎 现在大家在忙什么 忙着追求自己的权利跟利益 这些被抓的坏人 或许没多久就被放出来了 然后他们继续做坏事 手段更残忍 以后你会放心 让你的小孩去找工作吗 很多人那么辛苦在工作赚钱 只为了让日子好过一些 对照那些高官大人物 动不动就去什么会馆 吃一桌要几万起跳的大餐 反差是不是很大 会不会想到那一句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名言 这个社会有很多事 我们无能为力 能做的就是早点做准备 不要因为被钱手逼 然后毁掉自己的人生 昨天美股收盘还好 没有跌下来 道琼收盘涨199点 NASDA小涨一点 美股涨那么多 没有大跌 算是无助了 投资人的信心应该会慢慢回来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投资这条路才能一直走下去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